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其实今天台北股市下跌 它已经在反映了一个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件 上个礼拜五 美国联准会是没有任何动作 但是最主要的 美国公布了五月份 消费者信心指数 也就是所谓的CPI 核心CPI年增8.6% 扣掉食物跟能源 它的年增率也高达6% 这个已经是大幅超过市场预期了 上个礼拜五台北股市 基本上来讲跌了190几点 美国股市收盘跌得比较重 道琼足足跌了800多点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一开盘 当然我们看到 台北股市今天开盘就直接跌破这个月线 这条际线在这里下弯的 这条际线在这里下弯的 你说站不上去 我觉得还说得过去 但是这条月线 它现在已经走平了 甚至翻扬了 各位有没有看见 这个月线已经上扬了 那你带量 这个地方应该这样的讲 你这里去突破 你这里去回补这个缺口 用跳空方式去回补 的的确确这个跌势稍微重了一点点 不过我想 这是个好事情 因为最近 你可以看到 其实整体而言 大家都很害怕 在这里 这个115 616 会不会再去测一次 我个人看法 不太可能再 短线不会再测一次 反倒是你要知道 在这里基本上来讲 它这个主体讯号 能不能出现 第一个 有没有量 如果今天这个带量砂盘 是超过3500亿以上的 那我觉得 可能大家还稍微担心一点 但如果没有呢 所以我想 大盘在这里 我们之前的规划是 月线在这里 应该是相对有称的 但是既然被跌破了 那在这里 这个上升趋势线 被跌破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怎么样 一个区间震荡整理 一个区间整理 那只是说这个区间整理 有的人是已经跌破这个低点了 有的人还没有 甚至有的人过了这个高点 我举几个例子 你看红海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是不是 今年以来涨幅最多的权重股 就是红海 可是你注意到 有些其他的股票 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 我们举2454联发科 你发现有没有看见 它也是相对强劲的 也是相对强劲的 反倒是台积电在这里 已经回撤 这个低点位置 台积电其实比大盘还要来得弱 那当然 这个问题 台积电的问题 有它自己的 它自己的问题存在 可是现在重点在于 我们现在不是在做台积电 所以我认为台积电在这里 因为它也要除息了 要除2块7毛5 要除2块7毛5 4月份一周创历史新高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里 整体台北股市而言 在这里 我们要找的是 相对大盘 更稳健 对不起 我记得之前跟各位讲过 1522提回西 有没有 我说涨不停 那个时候我跟各位讲 第一季 有很多公司 因为汇兑的收益 因为过去 它资金的 一个流向 不青睐这类型的股票 可是 如果当它第一届财报公布之后 它出现了一个 相当强劲的转折 你看这样提回西 第一季EPS 跟毛利率 跟营业率都走高 这些股票 其实在过去 几乎都没有涨到 可是在今年第一季 台币很明显的 从当时27块多 开始沿路升值到28 升到29 甚至接近30 那这些股票 为什么 为什么它的 财报数字这么好 第一个原因 不管是中国汽车下降也好 不管是全球的车市 从新车开始缺货 到二手车的价钱 变得很大涨 因为大家买不到新车 一直到整个通货膨胀的现象出现 所以 整体而言 资金来讲的话 对于所谓的二手车市 甚至于所谓的AM市场 是非常有利的 第二点 就台币贬值 所以台币贬值的情况之下 让这些公司 他在第一季的一个获利数字 大幅度跳升 第二季 其实台币来讲的话 应该也是维持在这个区间 不会有太大变动 我目前看起来 所以第二季 以汽车零足践的财报来讲的话 应该也不差 还有点 低价 二十几块钱的股票 所以我记得我当时跟各位讲 我说这类型的股票 二十块钱 涨到三十块钱是涨 涨了五成 那二十块涨到四十块钱是涨一倍 这个观念我跟很多人讲过 我记得我有客户高妈妈 他过去很喜欢做电子股 当然因为电子股很有人气 大家要做电子股做习惯 可是在今年第一季 尤其在四五月的时候 那时候很多电子股 跌势都很重 很多高价IC设计跌的都很凶 很多投资人在那个时候 其实并没有想到 只是觉得说 我手中的股票跌了 整体的大盘环境不好 可是他没有想到一点 其实资金 有些资金并没有离开市场 他只是转 转方向而已 我记得我在两三个礼拜之前 我就跟我那客户高妈妈 在聊这个事情 我就讲 我说 为什么高价IC设计 过去涨这么凶 那现在跌这么凶 因为过去大家 很中情电子股 那一路涨 那本益比一路往上去提高 所以不管法人 不管外资 他们对于这些高价电子股 基本上来讲 他本益比只要15倍跟20倍的差别 那个幅度就差很多 各位你想想看 那个本益比的调整会差很多 所以上去的时候 这本益比几乎很多IC设计 20倍30倍 甚至于50倍100倍的都有 可是回档修正的时候 套句我们常讲的话 丑媳妇就要见公婆了 国外在收收资金 国外在收收资金 其实对外资法人而言 他们一个最直接的 就是对于所谓估值 或本益比进行一个向下调 我们刚刚讲过 那当你台积电的本益比 你从原本的25倍 那你要调回到 它历史本益比 平均大概差不多16倍到18倍左右 那股价修正有多少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688块钱 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大部分都是散户去买的 可是上下来之后呢 好 那我就跟高妈妈讲 钱都还在 只是这些人 他的资金 从高价电子股测出来之后 他转进到什么 过去大家都没有青睐的族群 请注意 过去大家都没有青睐的族群 所以这些高价的电子股来讲的话 蛮多的 你看6531的爱普 这波点很凶 对不对 6531的爱普 这波点很凶 那这个像这种类型的股票 其实都是本一笔的修正 那提威西你看看 我说 从当时21.5块跟各位一讲 21.05跟各位一讲 我们买进的时候 一路涨 涨上去 涨得超过三成 有没有 我记得当时跟各位一讲 我说这股票你要注意 它一路涨 涨不停 那大盘在下跌 你有没有发现 提威西怎么样 真的是一路涨不停 你看我这个图都没有动 这是爱普 我刚刚没有动过 你看提威西 这就是我跟各位讲 资金的转换 我就拿这个例子 你看从高价 高价的IC设计 转到什么 低价的汽车零组件 这还不是汽车电子 提威西是做板金的 它还不是汽车电子 它资金在转换 你有没有发现 那当然其实 各位你看到 那个时候高妈妈 我也跟她讲 我说你不必担心 那你的资金 你就是要去转到 像这类型的股票 所以高妈妈她在那个时候 她有很多电子股 在之前还有出掉一部分 可是后来慢慢陆陆续续的 她听我的建议之后 她也把一些电子股资金 慢慢收回来 当然不是所有电子股 我们先澄清 不是所有电子股 你都要卖掉 甚至高妈妈还讲 我手中有航运怎么办 我说也是一样 都是一样 那你要懂得 怎么样资金去做调配 所以我想很多人 很多人不一定有提威锡 可是很多人有什么 长荣 对不对 中刚购 中红 那当然股票其实 有的时候你摆的放的不动 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 大多数的投资人都是这样子 反正他会配股息 那我就领股息 那等反弹上来之后 我再做调整 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这个样子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当趋势不对 当资金在转换的时候 如果你不管他 其实你不卖别人再卖 我一直强调这一点 这个观念 你不动作别人再动作 这个市场上是活的 地球是圆的 你要做的是把你的资金 要能够灵活的转换 当然抱着不是坏事情 如果你加财万贯 如果不要讲加财万贯 如果你的财务规划做得很好 那我觉得有些股票忍一忍 是无所谓 可是做股票 我们买股票不是来忍的 我们买股票是来赚钱的 所以提位息你看 一路涨涨涨涨 涨到28.65元 涨到33块钱 最高快到33块钱 32.85元 从21.05元 21.05元 提位息涨到32.85元 对不对 那这个梗顶也是一样 我们当时也跟各位谈 我说梗顶也是一样 我梗顶在这里 其实它的走势 满有趣的 你看1524梗顶 EPS毛利率和盈利率都创高 我现在再跟各位再讲一次 各位记不记得那时候我送资料给各位 我说一季 赚赢前三季 这些股票 其实我之前资料都有送给各位了 一季赚赢上半年 一季赚赢前三季 一季底一年的 有没有 我这些股票我给各位 也希望大家的资金能够转换 就是你不一定要去把你的航运股都卖掉 你不一定把你的电子股 高档电子股 或者高价电子股 你都卖掉 但是你一定要一部分资金 来做这种股票 那你看看 是不是又涨停 来 跟顶 提维西 东减 前一阵子很标的 有没有 我说当资金在转换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要懂得 见好就收 你就算套在这里 当他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头肩顶的时候 你起码在这里 你要有所警觉 你不能等到这里来 你等到这里来之后 你反弹上去 那 我请问各位 你在这里 你就把它卖掉了 你虽然少赔一点点 你虽然赔了 可是怎么样 你这一段少赔的 你这一段少赔的 那现在变成是 如果你不卖 他反弹上去 这个地方也是压力 这都变成压力 一滴比一滴低 我讲白的 这是不是压力 这是不是压力 这都是压力 对不对 所以其实很多股票 都是这个样子 那你再看万债就好 来 有没有 那时候我讲 一剂抵三剂 一剂抵三剂 这要是疫苗多好 打一剂疫苗抵三剂 第一年 不是抵三剂 你看第四剂亏损 你有没有看见 所以理论上来讲 它是一剂抵三剂 可是以去年整年的业绩来看 它一剂赚赚去年全年 你看到没有 万债 又涨停 震荡 那要怎么看 如果大盘是跌三四百点 那你真的看不出来 哪些股票长真的长假的 可是当大盘在重挫的时候 当大盘在下跌的时候 当有一千多家股票下跌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其实 真正好股票价值就出现了 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想进段广告比较重要 大家去想一想我所讲的话 大盘跌没有关系 手中的股票套住跌都没有关系 重点是你一定要有 能够往上涨的股票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的 市场上的资金 大概都围绕在低价身上 当然不是说所有高价 中高价不会涨 不是 因为现在市场成交量不足 所以有些中低价的股票 第二个 车用电子 我们刚刚讲到了 包含像TVC 像耿鼎 这些事实上是汽车零组件的 它不是汽车电子 但是真正比较大的商机还是电动车 这点各位要记得 那电动车里面 要选的标的是蛮多的 我这边举一两个例子 我说这耀肾 三个零切耀肾 一季底半年 四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充电中央概念 各位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相对强劲 上去拉回整理 大盘跌 这次大盘跌了很多 对不对 跌了一千多点下来 跌一千多点之后 大盘还在这地方整理 它先创高 然后再往下 在越线这地方 又出现第二次买点 再过高 那现在在这里又挟幅整理 各位 这个叫大盘 这个叫耀肾 当然我想大多数的投资朋友 你不见得有耀肾 但是你可能有什么 你可能有会养 你可能会养 你可能有荣运 甚至你可能有钢铁股 你可能有IC设计 你可能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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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有关系 我跟各位讲 那些 那些其实 那些其实 我觉得股票是真的很多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 你不能手中都没有会涨的股票 所以我想像这耿鼎有没有 那一路这样涨 对不对 我说如果你没有的话 请你告诉我 因为涨到这里来耿鼎 我相信很多人 你也买不下去了 你也买不下去了 TAC也是一样 来 我们讲了多久 一系赚一年 不是又创高了吗 我从最早开始跟各位讲 你看 对不对 就大家一路看 从21看到28 你看到30几块钱 你还是不敢买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你都没有 我知道嘛 我知道 我懂各位嘛 耿鼎万债TVC 找到这里来了 这个万债 一记第三记 对不起 有没有 在公掌庭 所以 我在节目结束之前 我也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 你们要像高妈妈那个样子 你前面套住股票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懂得怎么转换 第二个 转换出来的资金 你要怎么样 你要跟着我们来做这种 低价转机股 今天大盘重做400点 万债转折 标高 再涨停 这两股票还会再走 但是我知道 我知道 很多投资朋友现在怎么样 怕死 耿鼎万债TVC 没有的 你不见得买得下去了 所以我也告诉 我所有的客户 甚至高妈妈 我说你们 有没有买都没有关系 我还有一档新的标的 会像万债一样 我们不要看过去了 你要看未来 你未来第一时间要跟上 大盘叠400点 我跟大家讲明天就是个机会了 好不好 耿鼎万债TVC 如果你都没有了 来电登记下一档 你就来电登记下一档就好 让你试做 好不好 你只要打电话进来 登记下一档 让你试做